第一題有些電解質會在水中解離出帶電的原子團稱為根 請問觸酸根離子的性質是屬於右途中 坐標的哪一個區域 我們曉得觸酸根是CH3COO負 那這裡當然是所謂多原子也就是我們的右邊的這一塊 而他帶的是負電 所以他在下面這一塊 所以我們就知道他是我們的第四個區域 因此第一題問我們說 請問觸酸根的離子性質是屬於右途坐標中的哪一個區域 我們答案選的是CH4